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刺激落了扎碧的无人机 阿格纳·巴克莫特之军 扎尔斯基说F16的杜利预示俄罗斯的失败 俄罗斯驱逐瑞典的外交官 俄罗斯专家的叛国和中国有关 李辉将访问俄罗斯 中国批五眼联盟关于黑客组织活动的报告 台湾承认开战争很惨 中国汽车製造商的内卷 以下是新闻详细内容 伦敦唐宁街首相府遭到汽车的冲击 英国警方5月25日表示 一辆汽车在5月25日下午 撞向伦敦唐宁街首相府外的大闸 警方拘捕了一名男子 不过事件中并没有人受伤 警方说示范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20分左右 一辆汽车撞向白厅唐宁街外的大闸 汽车的警员以涉嫌刑事委坏以及危险驾驶罪 当场拘捕了一名男子 并且说正在继续进行调查 沃兰说击落了集击的无人机 今天沃兰表示击落了俄罗斯 设计是发动的所有三层六甲伊朗製造的无人机 并且说这些无人机可能针对的是 关键基礎设施和军事设施 路透社报道说 沃兰总统责任司机5月25日说 这是一个不安的夜晚 但他表扬了防空部队的努力 他在社交媒体上说 敌人继续恐吓沃兰 发动了36架见证无人机 但并没有一架击击目标 俄罗斯从去年10月开始 经常向沃兰发动无人机的攻击 无人机虽然速度缓慢 但比较便宜 而且比先进的导弹更具消耗性 沃兰东部说 俄罗斯所使用的无人机 是伊朗制造的见证者136和见证者131型 阿格纳在巴克木特撤军 据俄罗斯雇佣兵阿格纳集团的头目 普利哥俊说 阿格纳集团已经开始从 沃兰东部的巴克木特撤出他的军队 普利哥俊在声称占领了这个城市后 已经宣布将这个城市 移加给俄罗斯的正规军 因此 顾佣军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 逐渐撤离 星期六 经过长达几个月的战斗 普利哥俊终于宣布 完全控制了这个城市 并且说 这项军事任务 是由带头攻城的阿格纳完成的 不过 乌克兰方面对此做出否认 并且说 乌克兰的士兵 仍然在这个是西部的一小块区域 北克莫特的战役 是乌兰治争中最强最血腥的战役 普利哥俊星期三报告说 他的雇佣军在那里失去了 上万名招募的战士 很多俄罗斯正规军的士兵也阵亡了 但是他并没有提及具体的死亡人数 普利哥俊将那么多人的死亡 归咎于莫斯科 因为据他称 他的部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弹药 和武装部队的支援 扎连斯基说 新型战手机的到来 预示俄罗斯的失败 美国同意向欧南军队提供F-16战机训练之后 欧南总统扎连斯基5月24日说 向欧南提供F-16战机 将是一个表明俄罗斯因侵略而失败的讯号 扎连斯基24日晚上发表讲话时 当欧南获得第一架F-16战机 这将是最强烈的讯号 即是俄罗斯只会因日本行动而失败 变得更弱 而且进一步遭到孤立 扎连斯基呼吁加速F-16的训练 以及供应的进政 并且说 尽快决定就可以争取时间 真正保护沃兰的领空 俄罗斯驱逐瑞典外交官 俄罗斯今天驱逐了5名瑞典外交官 并将关闭瑞典处聖毗多部的领馆 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导 俄斯外交部星期四宣布 5名瑞典外交官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员 并将他们驱逐 俄斯外交部说 这是对瑞典在和俄斯关系中的对抗性路线的一种报复措施 瑞典曾在四月份驱逐了5名俄斯外交官 俄斯说 这是瑞典公开的敌对步骤 这一次驱逐瑞典外交官 是俄斯对这个行动做出的回应 此外 俄斯的外交部宣布关闭瑞典驻聖毗多部的领馆 亦将关闭俄斯驻瑞典哥多部的总领事馆 俄斯方面已经召见瑞典驻俄斯大使马尔登 俄斯与瑞典的关系 自从去年瑞典宣布尋求加日北约以来不断恶化 俄斯外交部星期四的声明中指出 两国的关系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抵高 俄罗斯专家的叛国罪和中国有关 关于俄罗斯导弹科学家被控叛国罪的新闻 先前荷典与频道已经有所报道 不过只是说 这些科学家在其中一次国际会议上 公开公布了高超音速导弹的数据意义 英国媒体5月24日引述消息人士说 俄罗斯一间顶级科研究所所长 以及两名高超音速导弹科技的专家 涉嫌半国罪被捕 他们被指向中国洩漏机密 路透社24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说 这间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所长 希普洛克遭俄斯指控 涉嫌2017年在中国的一场科学会议上 向中方交出了机密的资料 知情人士说 希普洛克见称自己是清白 而且相关资料并非的机密 是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得的 克里姆林公共发言人佩斯科科24日回应说 俄罗斯的安全部门正密切关注这件案件 他说 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不过他难以公共说明相关的发展 当被问及中国有否透过俄罗斯科学家 获取敏感资料时 中国外交部回应说 中俄关系建立在不建盟 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 与激伊冷战思维拼了出来的 一些军事情报的联盟 有根本的不同 李辉将访问俄斯 俄斯的外交部5月25日表示 中国政府欧瓦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26日将访问莫斯科 俄卫网25日报道 俄斯外长拉夫罗夫将接见李辉 他们两个人计划讨论解决烏兰危机的问题 根据行政 李辉此行先后访问了烏兰 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 他中途还受要护欧盟总部访问 不过到目前为止 李辉只是善明中共政府的立场 因此并没有获得欧盟国家的认同 中国批五眼联盟关于客户组织活动的报告 西方情报机构和媒演公司 他们的分析团队指出 近期中国的一个客户组织 对包括关島作来的 美国多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攻击 对此 中国外交部份人无形表示 这是美国发动五眼联盟 采取的集体虚假讯息行动 据中国澎湃新闻的报道 毛铃星期四在例行的记者会上 表示有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并指出 那些是一份东平西臭 证据廉言重缺失 极不尊严的报告 他又说 中方还注意到 美国国家安全局等政府机构 以及英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等各的相关机构 亦同时发布了类似的报告 很明显 这是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目的 发动五眼联盟的国家 采取的集体虚假讯息行动 台湾承认一旦开战真的很惨 台湾军方的《漢光十英》演习7月份登场 由于中国的航空母舰 日前在台湾东部海域西泰绒军演 外界认为 已经严重威胁台湾战力的保存 台湾国航部长邱国正表示 应该尽量避免战争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邱国正14年 副立法院外交及国航委员会 进行专案报告之前 接受访问时说 中国的军舰日前居然在西太平洋的区域 因此应该尽量避免战争 他说 一旦开战真的很惨 因为已经没有前后方之分了 他表示 所以无论是汉光或平时的演练 都并没有停止过 冠兵在每个责任区里面 都有相对应负责的区域 比如说海滩 高地 要地等等 都是平常来行的演练区域 对于前国安局长 陈明通曾提及中国将以战逼台 邱国正回应说 相信包括他在留的每任部长 每日都有这种感觉 但他不会因为专家学者指 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后才参加台湾 就觉得建军备战 可以换一换 他指出 建军备战不能停 而且要有作为 否则 只是紧张没用 因此台军现在应该做的 就是针对相应紧急的市场持续推进 邱国正强调 台军不会轻启战端 但每天都要做好准备 避而不用最好 但不能不准备 中国汽车製造商内卷 中国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 在一份声务中说 我们的产品和相关的测试 都符合国家的标准 并且得到国家团体机构的认证 发生社交报道说 中国媒体一个月前透露 比亚迪竞争对手 长城汽车 向中国环境部提出投诉 长城只用比亚迪 两款纳合动力的汽车 涉嫌不符合蒸发性污染物的标准 即是由箱中的汽油蒸气 含有污染性 比亚迪反驳说 我们邀请相关部门 随时自力调查 收集证据并进行测试 比亚迪明明说 长城测试的比亚迪车辆 是由长城汽车购买存款和检查的 在严格的新汽车排榜标准 在7月1日生效之前 几几个星期 中国电动汽车正在大幅增长 中国国内的竞争也很激烈 大约有100多个品牌 提供了300多个车型 中国比亚迪集团的投资者 其中包括美国的亿万富豪巴菲特 这个月较早 比亚迪曾捡入另一行污染的指控 根据中国城市长沙5月8日一份简单公告 一个环境的检查小组 访问了比亚迪公司在长沙的一间最大的工厂 检查气体排放 据中国媒体凤凰科的报道说 居住在这间工厂附近的几十名儿童 出现了流鼻血和恶心的症状 他们的父母也注意到 涉案的工厂里存尼刺鼻的气味 消息说 长沙市政府在检查之后 并没有公布调查的结果 比亚迪汽车也拒绝对这件事发表评论 最后看一段开心的消息 香港的海面将浮动着两只鹅兰的大黄鸭 由荷兰艺术家创造的两只巨型橘皮鸭 也就是著名的大黄鸭 将会在香港的海面展出 早上停靠在青衣一带的海域 两只橘皮鸭高18米 是继2013年后再度访问香港 十年前展出的是一只鸭 而今次增加了两只 主办单位希望为市民大欢乐 下个月1日将会公布长情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此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